今天股市里之所以还有割不完的韭菜 是因为很多人克服不了心理大魔王 接下来我们用财宝的故事 带你认识阻碍我们赚钱的各种心理大魔王 这些心理大魔王一共分为三个方阵 走在最前面的是基本心理误区代表队 这个代表队里有从众心理 损失厌恶大魔王 这些大魔王时刻围绕在我们身边 诱惑我们勾引我们犯错 接下来是决策心理误区代表队 他们摇着小旗子朝我们走来 我们可以看到心理矛定和心理账户大魔王 他们已经准备好影响我们的投资决策了 最后是时效心理代表队 有一个耐心效应大魔王 他扭曲我们的记忆 迷惑我们的大脑 让我们急于求成 好了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走进投资 从财宝开户说起 财宝的股票账户是2007年7月份的时候开通的 他没有学过金融投资 只是个朝九晚九的上班族 对股票也是只在电视上听过 为什么他完全没有基础就勇敢开户 因为那段时间 他的同事总是不时提及股票又赚了多少钱 隔壁部门的某领导换了辆新车 连他老妈也会在吃饭的时候羡慕的说着 谁谁谁几天赚了一年菜钱 每天都被这些信息刺激着 财宝心动了 毕竟上班族赚的钱都是熬出来的 现在大家都在搞股票 还都赚了那么多 自己干嘛跟赚钱过不去呢 于是排着队开出了自己的股票账户 其实就算有一天 财宝忘了自己是什么时候开户的 他回顾一下大盘走势也能猜到 为什么呢 因为07年大牛市股票一路飙红 回顾A股新开户数 2007年是最醒目的 达到了3500多万 当股市高歌猛进 周围的人都在讨论时 哪怕财宝自己不懂 也会受到身边大多数人的影响 采取与他们一致的行为去开户 去买某只股票 这里都是典型的从众心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人生性害怕被孤立 而且与群体意见不一致 会带来社会压力 另一方面 面对自己不够自信 与群体选择不同时 就会怀疑自己的判断 但是我们做投资 要的是赚钱 为的是财富增值 盲目从众得到的 只能是被收割 幸好这个心理大魔王 并不难打倒 怎么打败他呢 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每一个投资的决策 都需要经过分析和深思熟虑 在股市中 群体不仅有周围的人 更有互联网连接的上亿股民 要想不被群体的意见左右 需要自己有主心股 而主心股的稳固和可靠 需要建立在分析和深思熟虑上 对公司越了解 掌握的信息越多 就越不容易冲动 这也是我们鼓励大家 要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人的原因 那要如何避免掉入这样的坑呢 第一种方法 其实就是在投资前做好分析 第二种方法是 在投资分析的基础上 制定好投资计划 怎么制定呢 很简单 买入或者卖出钱 白纸黑字写好操作的标准 什么情况下买 什么情况下卖 买多少 回到财宝买股票的事 他买股票的这个技能 在开户后就顺势点亮了 为什么这么快 其实完全是激情从中的效应 开户后就跟着同时买了几只 财宝当时一共买了三只股票 有两只涨的 还有一只小涨之后 就转头向下了 后来财宝需要用钱 不得已只能从券商账户里提前 财宝想都没想 就卖了上涨了的两只 浮亏的那只默默留在了账户中 赚钱高兴 亏损失落 财宝总体并没有赚钱 不过财宝充分发挥了阿Q的精神 再也不看自己的股票账户了 这样的话 对于他来说 没有卖出的那个股票 就一直是个未知数 不一定亏钱啊 是薛定谔的股票 嗯 就让他自欺欺人一下吧 其实有人比财宝还惨 他们出入股市就遇到了下跌 辛辛苦苦赚的钱 还没来得及享受被金钱腐蚀的快乐呢 就亏进了股市这个怪物的嘴里 于是 他们不是主动忘记账户和密码 不再登录 就是忍痛全部卖出 发誓不再碰股票 当然 可能下一个牛市会忘记这次发的事 这些自欺欺人的做法 都是损失厌恶大魔王在作祟 人们失去某样东西时的失落 比得到他的喜悦更加强烈 我们把幸福和失落程度分为1到10级 如果我给你100元现金时 你的幸福感是1级 那你损失100元时的失落感 就是3级了 好 你说这个太主观了 那咱们做个测试吧 我们赌硬币 一局定输赢 如果是带花那边 向上我输给你100元 如果是带字面的向上 你输给我100元 怎么样 你会接受这个赌局吗 大部分人除去那些赌博上瘾的 都不愿意参加这个赌局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因为如果参与的话 有可能会输钱 虽然我知道这是个公平的赌局 概率都是50% 但是我不愿意输钱 所以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输掉100元的痛苦 要远远大于赢100元的喜悦 一般这个赌局 要加码到300比100 盈利的吸引 才能抵过损失可能带来的痛苦 我们讨厌有风险的事物 讨厌蒙受损失 遭受损失时 不仅损失本身让我们难过 损失带来的挫败感 更打击人 很多人投资亏损之后 就卸在券商APP 用眼不见为镜这招 来缓解自己难受的心情 但理性想想 这样做除了心理安慰 还有什么效益呢 相比一两次的投资亏损 更大的亏损 是失去投资的心 跟吃坏肚子 就失去吃货的心一样 还怎么继续吃到更多美食 不敢投资了 还怎么享受 金钱为你赚钱的乐趣呢 那面对损失厌恶这个大魔王 我们怎么打败他呢 首先认清投资的本质 我们就是要找到 我们认为可以盈利的股票 并投资它 但也要知道 亏损不能完全避免 千万不要因为有亏损 就失去投资的信心 遇到亏损 不要逃避 也不要否定自己 而应该珍惜犯错的机会 反省自己的错误处在哪里 是对公司的分析有误 还是情绪影响导致的操作失误 总结经验教训 才能不断积累投资的能力 财宝由于厌恶损失 在需要用钱时 卖出了盈利的两只股票 五只亏损的那个 在股票账户里 后来发生了什么呢 财宝冷静了两天 想清楚了 账户里的股票 只要不是赔光 就还是它的一笔资产呢 于是又时不时关注了起来 从买入后 那只股票已经跌了10% 看着盈亏额下面的负数 财宝心里还是普通款 暗暗下决心 只要你涨到买入时的价格 就头也不会的卖掉你 后来这只股票 小小的上涨了一下 上午是上涨翻红的 财宝觉得它的春天近了 冬天就要过去了 可是午后又开始阴跌连连 财宝的冬天仍然在继续 可能有人会问 财宝为什么要执着于买入价呢 稍微涨一点 回点鞋就卖嘛 能这么问 首先要恭喜你 冲破了损失厌恶这罐 那它为什么会这么纠结买入价呢 其实跟心理矛定 这个心理大魔王有关 财宝被买入价这个矛 限定住了 或者第一信息支配 就像沉入海底的毛一样 把人们的思想固定在某处 举个例子 一件标价900元的衣服 消费者可能觉得贵 但是标价2000元 再加一个打折后900元的标签呢 很多人就会认为便宜了 甚至有的感性消费者 会觉得买下来就是赚1100元 这件衣服也许原本只值400元 但之前的高价印象 已经让消费者的心理价位 限定在2000的层次上了 放到股票投资上 一只股票没有上涨之前 即使很便宜也没人感兴趣 但一旦成为大牛股之后 哪怕只是从高昂的价格 回调一点 也会被认为是买入的良级 这就是典型的 把当前的价格当成了一个毛 自动以这个毛为参考了 而且财宝不愿意卖 还有另一种原因 那就是他没办法忘记沉默成本 什么是沉默成本 举个例子 你去看电影 买了票进场之后 电影票钱就是你的沉默成本 看了一半 你发现这是个烂片 但是因为电影票花钱了 所以即使是烂片 你还是乖乖坐着看完 当我们投入了时间 金钱或者精力后 沉默成本让人难以放手 难以释坏 已经投入了钱 反而成了继续下去的理由 心理矛定会给我们 错误的价格参考标准 亏损时又纠结于沉默成本 打死不卖出 这些都无法让我们 在投资中保持理性 那这两个心理大魔王 在投资中怎么克服呢 很简单 纠结时 问问自己现在这个股价 我愿意买入它吗 如果你现在不愿意买入 那么这个公司也就不值得拥有了 简单的投资路继续坎坷地走着 买入的股票有赚有亏 这一年里 赚来的卖出后 财宝要么跟同事吃一顿庆祝一下 要么进行复利 继续投资买入股票 用股票赚来的钱继续投资时 财宝非常大胆 大有放手一搏 赢了潇洒快活的气势 但用工资买入股票时 财宝却小心翼翼了很多 仿佛这些人民币的数字背后 都看到自己加班的影子 如果亏损就是几十次班 一下子摆家了 这种犹如后妈与亲妈般的区别对待 难道赚来的钱真的跟工资不一样吗 电视剧《钱福》里 谢若林问孙轰雷 这两根金条 你能说哪根是高尚的 哪根是龌龊的 钱都一样了 那是什么原因 引起这种区别对待呢 其实是心理账户在作祟 我们做个测试 假如你今晚准备去看话剧 已经买了200元的门票 但是到了剧场门口 发现票竟然被弄丢了 这种情况下 你愿意再付200元重买一张票吗 我们换一种场景 你今晚想去看话剧 准备到了剧场再买票 到了后发现路上弄丢了200元 这个时候你会买票进场吗 第一种情况呢 90%的人都表示不愿意 因为这样相当于 我花了两张票的价格 买了一张门票 而第二种情况 90%的人又表示愿意 因为这掉了的200元和门票 没有关系吗 但是对于你个人而言 这两种场景的情况 其实是一样的 反正你都是丢了200元现金 或者现金等价物 但是我们有自己的心理账户 喜欢在脑袋中 把钱分成不同部分 放进不同抽屉里 例如买房的钱和买菜的钱 所以遇到丢票 就不再买回家睡觉 而丢钱却觉得不相关 要买票进场 根据账户不同 做出不同的选择 其实不管情况一 还是情况二 如果你想看这个话剧 就进去吧 在投资中呢 投资者最常见的心理账户 是把钱分为本钱和赚来的钱 对本金小心翼翼精明计算 但是对赚来的钱 却更加愿意冒险 对这两部分的钱体现出 非常不同的风险偏好 怎么克服这个心理误区呢 同样很简单 在进行投资决策时 要善待我们的钱 把每一分钱看作都是等价的 就可以了 转眼到了去年的时候 财宝学习了股票投资 以前财宝买股票 是自己凭感觉和经验 有赚有亏 学习过后才知道 以前很多都是随机交易 或者是听到好消息来买 特别不靠谱 而价值投资和估值方法 不仅有底 而且基本都是长期投资 不用太操心 但是财宝还是遇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好像总买不到估值后 加上安全编辑的价格 财宝心里也清楚 要在有安全编辑的价格下买入 才更可能获利 可是每天看着股票或涨或跌 就是到不了那个价格 财宝很是苦闹 买了 有失职的话 我还能打新股呢 不买就啥都干不了了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说的 最后一个心理大魔王 耐心效应 很多投资者不愿意空仓 或者只持有部分仓位 无法忍受什么都不做 总想着秀一把操作 但恰恰相反 耐心才是投资的一大要素 一顿操作猛如虎的 往往一看收益 两毛五 你们知道在动物界 捕猎成功率最高的是什么动物吗 凶猛的老虎 威风的狮子 还是有短跑冠军之称的猎豹 都不是 答案是并不那么讨人喜欢的蛇 蛇除了灵活畸变 咒服夜出外 它们在伏击时总是全身贯注 不动声色的等待最佳时机 等猎物进入了自己的有效攻击距离 再迅速出击 一击击中 怎么样才能做到像蛇一样耐心投资呢 这需要多年的训练 不是一蹴而就的 把握自己的节奏 控制住冲动 投资前过几遍脑子 考虑会出现的结果再行动 这里有一个操作的小建议 平时自己分析估值时 得出量化估值的范围后 在券商软件中设一个目标价提醒 这样就不用理会每天的涨涨跌跌 等跌到你的目标价格后 软件会提醒你 那时候再买就被动地实现了耐心这个技能 最后回顾下今天学习的几种投资心理误区 第一大类是基本心理误区 包括了从众心理和损失厌恶两种 从众心理呢 容易让我们随大流 解决办法是决策前写下自己的计划和理由 损失厌恶让我们害怕遭受到损失 遇到损失就想逃避 解决方法是直面损失 总结经验教训 第二大类是决策心理误区 包括了心理锚定和心理账户 心理锚定会使我们把精力聚焦在 买入价格这个沉默成本上 解决办法是 问问自己现在的股价愿意买吗 如果不愿意买就不要持有了 心理账户呢 让我们把不同来源的钱 放在不同心理的抽屉里 不一样对待 怎么解决 记住你的每一元钱都是等价的 第三大类是时效心理误区 主要是耐心效应 耐心效应呢 表现为急于求成 等不到好价格就下手 克服这个需要多多磨练 用估值标准耐心等 今天心理大魔王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投资中的心理误区会纠结复杂很多 远不能被这几个一一覆盖 但是克服了这几个常见的误区 或者能及时纠正这些误区 就可以让你的投资之路走得更稳健